父啊 事有道了 愿祢榮耀祢的儿子 使儿子又榮耀祢 认识祢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祢所差落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父啊 现在求祢使我与祢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与祢所有的荣耀 祢从世上始得开 我已将祢祢演唱 他们都是祢的 既将祂祢收藏 他们拿着所有的荣耀 而今他们知道 凡祢所持及我的 都是从祢那里来的 因爲为祢所持及我的 我已已接受他们的荣耀 他们拿着所有的荣耀 因爲何时知道 我是从祢出的荣耀 即是信誓祢的荣耀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祢所持及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本是祢的 但我们能遇到世上的 祢的荣耀是我们 因爲我因他们的荣耀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望祢那里去 聖父啊 求祢因祢所持及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已不在世上 一定所持及我的名 保守他们 却在世上 我用人帮你 既然为他们 现在我往祢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 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 充满了我的喜乐 我已将这都自信 因為他們屬於世界 只知我們屬於世界 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祢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他們屬於世界 只知我們屬於世界 求祢用真理視他們成勝 祢的造作是真理 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 叫他們也恩真理成勝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正如祢負在我裏面 我在祢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來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你在我裏面 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 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我愛 如同愛我一樣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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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能受到你 父母 可信祢 祢能受到我的人 向我裏面 而言我依舊 以外的同意 所受到的美會 也不可以 而言我所受到的緣故 祢能受到的緣故 祢能受到的緣故 非得予身 祢能受到的緣故 公義的父 世上未曾認識祢 我卻認識祢 我確認識祢 這些人也知道祢差了我來 為將祢的名指示他們 患慾指示他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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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不单止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 更加是耶稣当年他就要离开世界 他的祷告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关注 大家知道耶稣要离开了 接着他十七章的时候耶稣为门徒祷告 他可以为很多东西祷告 他可以为那些门徒将来如何为他自己做更大的事祷告 他可以为那些门徒将来他们要成家立业建立大教会祷告 但也没有耶稣为集中为他祷告 希望他们好像天父和圣子一样合而为一 那你可以想到原来在耶稣的心目当中 他的子民他的门徒合而为一是多么重要 同样在神的眼中我们作为他的教会 作为他的家作为他的儿女 他是多么想我们在我们具体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甚至去到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都能够真正合而为一 这个在耶稣的心怀里面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将耶稣在十七章 整章二十六字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看究竟耶稣为门徒合一的祷告里面 给我们几样重要的功课 如果从经文的分类来说 这篇统文可以分成三段 这个是经文的分段 第一段就是一到五节 耶稣在这里的祈祷 他是盼望父啊 求你荣耀我 让我能够荣耀你 第一个一到五节是关于 圣父和圣子的荣耀 OK 接着呢 第六去到第十九节呢 就是耶稣为那些门徒祷告 叫上帝保护他们 保守他们 让他们合而为一 重点呢 就放了在保守里面 在世界 叫他们脱离恶者 接着呢 第三段呢 就是二十到二十六节呢 特别为那些什么呢 不单止为这些人祈求 就是那些门徒 更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就是说 不单止是那十个门徒 更加那些门徒的门徒 就是后来的教会 要从经文来说 耶稣为自己祷告 耶稣为十二门徒祷告 耶稣为门徒的门徒 就是我们后来的教会祷告 但在这三段的讨文里面 我们见到呢 有三个重点呢 其实是对整个我们教会 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先看看耶稣 他自己的祷告里面呢 显现出一些 什么生命的质素 第二方面 我们看看耶稣为门徒里面 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 显现出 另外一个生命的质素 第三方面 当他为门徒的门徒祈祷的时候呢 更加显现出 就是那个合一的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 大家看看圣经下 耶稣恕女者说 就举目望天雪 父啊 时候到了 时候 在亿汉坊里面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的意思的 不是说 哎呀 够钟了 要睡觉了 够钟了 要上班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个时候是 The hour 是一个特别的时间 是指向 十字架 的时候到了 耶稣一生活着 就是为了那个时候 为了在十字架 不是说大限 灾难 十字架 是荣耀的时候 所以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听起来好像我忠心 好像说上帝啊 我现在到时 让我威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耶稣说什么呢 就是说十字架 十字架的祈祷 他说 洗儿子也得荣耀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兵 管你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 和赐给你所赐给的人 认识你到我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参留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成全了 在第一句话里面 其实耶稣说的一句话 时间到了 荣耀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荣耀你的名 你所交托给我的这些人 我已经教导他 帮助他 明白了 让他们得到永生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了 现在面向十字架 愿意的十字架 就是彰显 你的儿子的荣耀 彰显你的荣耀 在这个吐告里面 耶稣是说 显示一种什么的人生 一种十字架为中心的人生 他整个来的世界上 他所做的一切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那个时候到了 他所一切的东西 他就要完成上帝交托给他 完成这个救恩 完成这帮人 他要怎么去帮助他 造就他 让他能够明白 得到上帝的永生的道理 整个人生 好像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 完成 插我来 作成他的工作 耶稣的人生 在这个短短五节里面 给我们看到 他是为了那个时候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完成他的工作 来到而活的 人生 很清楚 这个我相信 在一路带下去 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讲合一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什么 我们整班来自不同的群体 我们要合一 有什么的生命质素 才能够大家能够 走向这个合一呢 不是个个有不同的兴趣 不是说大家一起 做同的事 有没有空 不如我们大家 去有个运动会 大家运动一下 就合一吧 你看到奥运 都不是很合一 大家斗金牌斗多 又出述 各方面都有的 不是用方向 就一定合一 是一个生命的质素 是我们那些人 每一个人 我们究竟有什么 我们的人生目标 人生的质素 是什么呢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真真正正 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的里面 我们很清楚 我们效法耶稣一样 我们有一个 十字架为中心的人生 耶稣 他的人生的目标 就是朝着十字架 要成就 他自己 是从上帝领受来的事 所以他人生 是这么清楚的 一个教会 能够合一 其实都需要这样的 十字架的人生的大经之闻 今次我们相信 我们一帮小孙大经之闻 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以往呢 粤语堂 很多教会 粤语堂 国语堂 不多不少 都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张力 国语堂的人就说 为什么来到加拿大 我们泱泱大国 现在是强国了 我们讲普通话的嘛 讲国语的嘛 为什么要学广东话呢 广东话是一个小的地方 为什么 他不明白 原来我们广东话 才是威风一点的 因为我们早年 广东人早年来加拿大 就是广东人 就是八万台山人 就是台山都是广东啦 整个广东人 百多年来 我们在加拿大 贡献了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才是地主 如果这么看的话 就没有很多合一 大家哪个高 哪个大 讲历史我们威点 讲现金人多 那是你新移民威点 但是我们今次去到不同 我们今次一帮广东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要用国语 在大家一起 朝着一个同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 就是要完成主所 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为了神的荣耀 大家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背景 我们甚至 讲一些不是很纯正的国语 甚至努力去学一下 希望能够将神的福音 带给那些的对象 在那个同一个方向里面 我们发觉 可以很多东西 是不是很重要的了 什么背景不是很重要 大家的看法 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在十字架的人生里面 我们大家就可以 一同的朝着同一个方向 十字架的人生一样 在教会里面 你发觉很多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产生权力的互相的冲突的话 往往因为我们的人生 从十字架为中心 是走开了 偏离了 耶稣的人生很清楚 就是以完成那个时候 为我们人生基礎 今天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不是 的合一性 不是按着 兴趣 不是看着我们的社会阶层 或者我们住的区域 你都认识的 华人教会不是按着区域 我们在这里附近 不是全部 大英知会都在附近住的 对吗 很多不是的 很多很远离的 海岸的华人教会就是 因为第一个关系 地域性反而不是最重要 当然不是远到 Mis Saga 不是很多 但是反而地域性 不要紧要 反而大家一起投入 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 这个群体 真的能够彼此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要活出十字架的人生 是我们人生的方向 耶稣的祷告 第一段里面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第二方面 耶稣就为我们祈祷了 为我们祈祷里面 给我们见到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 的重点 有十字架的人生 我们要向前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地上 生活里面 要活出十字架的人生 都会面对很多的 难阻 在这里 在第 11节这样说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就是耶稣 他往父那里 圣父说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就是说 在合而为一里面 有很多挑战 攻击危机 他说 圣父说 求你保守他们 因为 他们活在这个世界 不是 好 对他们 好友善的世界 他这么说 我 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要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灭亡之子 就是犹大 没有人灭亡 就是耶稣 在他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保护他们 就好像一个父母 我的子女 我照顾了他 照顾得很好了 但是现在耶稣离开了 当然我们上次都说过 耶稣要求圣灵 帮助他们 在祈祷里面 他说 第13节 他说 我现在 我还在世上 说者说 是叫他们的心里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次给他们 世界 事及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保守呢 是因为那个环境 充满危险 因为他们会在世界里面 他们面对 有耶稣同在的时候 有什么事 耶稣帮他们 但是耶稣离开 赐圣灵之后 他们都要靠圣灵 自己去面对 这个非常 恨他们的世界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们不属世界一样 这个世界是恨户我们 因为我们不属于他 我们不听他说 我们的价值 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 我们要努力按照上帝的价值 所以自然 世界就会光明和黑暗 分得很清楚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有些人很清楚 告诉他 世界恨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坏事 是因为他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这里讲得很清楚 接着他说 我不求你们 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说耶稣 当耶稣离开的时候 耶稣我走了 不如我大万不闻 一次 走完 那就没事了 但耶稣不是这么做 他不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他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 因为有很重要的事 给我们做 但是他说保守他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耶稣说救我们 保护我们 叫我们脱离那恶者 就是说我们要属于 我们要属于上帝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 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同化 攻击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那些价值思维 入了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入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成为主导核心的思想 我们的地方是讲爱 讲上帝的恩典 我们不要让世界 讲权位明星 讲一些会变坏 这些的价值 来到成为我们教会的价值 的主导 我们要让天父 借着神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接着怎么说 怎么保守法呢 原来是有特别的方法的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作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来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 真理成圣 怎样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 怎样能够在这个恨户 我们的世界里面 仍然坚持 不会给他同化 而不会让我们 世上的价值 入侵我们教会里面 以至成为彼此的分化 方向就是 用真理 叫我们成圣 一个能够是 真正合一的教会 一个合一的群体 是以圣经的真理 成为基础的群体 怎样会分化 因为有互相的攻击 互相的自我 骄傲 面子 给面 不给面 受伤等等 如果这个群体 如果这个群体是用圣经的真理 叫我们成圣的时候 我就靠着神的真理 慢慢慢慢地 将世上的攻击力量 慢慢地排除 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是 可以真正走向一个 分别为圣的地方 耶稣 他说 求你保守他们 耶稣很明白 很担心 他的教会 在地上的日子里面 会受到恨恶他们的世界 所同化和污染 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按着真理 来成圣 历史告诉我们 教会在不同的时期 真的是被世界同化 而且面对很大的困难 甚至有失落的时候 当教会面对迫伯的时候 教会很坚强 很坚定 但迫伯过后 初期教会迫伯过后之后 竟然一下子 教会成为国教了 有了法定的地位 于是开始富有了 开始很自由的全教了 于是慢慢慢慢 和世界不再需要被人攻击了 好像世界现在都 看得起我们了 于是慢慢慢慢 就将世界的方法 成为教会的方法 当教会很有钱 很有权的时候 就慢慢慢慢就弄权 慢慢慢慢 教会成为一个权力斗争 互相去吹捧的地方 当教会开始权力腐化的时候 和政治和各方面产生各样的攻击 慢慢教会就失了 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 用真理对福音那种的持守和热情 慢慢不用传福音了 因为全部都叫做信耶稣了 于是慢慢教会里面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壮大 外表看来很肥壮 内边的生命其实是腐败 各位兄姊妹 我们在讲初期教会 一直成为国教这个情况 我们今天 其实活在加拿大都是一样 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 好像我们信耶稣 不需要被人逼白 不需要被人攻击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越自由 好像越方便的时候 反而我们失脱失脱了 教会里面应该 真正凭真理 出于污泥而不染那种的看法 我们很大声说 这个加拿大社会 博美社会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是不是真的基督教的社会 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价值 都很合乎圣经呢 其实都不是 其实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真正的社会 是叫做基督教的社会 唯有在天上才是这样 不过我们西方文化 以往都是受基督教的分徒 可以来说 如果完全无神论的文化 是有本质上的分别 但是没有一个社会 真正叫做基督教的社会 就是说神完全掌权了 没有这种事情 昔日又是这样 今天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 已经慢慢的 在加拿大的社会 在北美的基督徒的情况 慢慢同化了 反而失脱了对主的真度 对主的福音那种的热成 去对全福音那种的关怀 投入的时候 慢慢我们就失去了 分别为圣的一个方向 今天 北美的信徒 无论是西人的教会 华人的教会 慢慢失脱了对真理的热成 当我们问一下很多人 你对圣经怎么看的时候 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甚至一知半解都没有 甚至对圣经里面 一些很基本的知识 我们叫做Bible Literacy 都没有 我不知道我们华人的信徒 是怎么样 或者我们好点 或者我们教会都不错 我们说 我们教会回主要学的人数 比例都挺高的 其中一个原因 不用那么快 因为我们九点半送拜 然后茶来又没开门 或者没吃东西 吃完主要学先 然后我们教会吃饭都不错 一起吃完 所以我们主要学就高了 这个可能是原因 亦都可能我们特兴节目 真的很容易学习圣经 不过我们知道 我们其中一位明星老师 Barry 他们又回香港了 我们人数又少了 追捧那些明星港元 追捧那些明星老师 追捧那些明星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很世上的观念 当然我们 这个老师教得好 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非常好的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就问一下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有没有真真正正 好像耶稣说 追求圣经的真理 让真理帮助我们成圣 以致我们对世界 有种警惕的心 我们虽然在世界生活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经常有一种 我们在世 而不属世 我们在世界生活 但是我们不让他同化 不让他改造我们 我们反而要做见证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有没有这样一种的对立心态 不是下下都和人家吵架 但是一种说 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有圣经的真理 作为我人生核心的价值 我们信耶稣之后 除了在我们说 我深感受上帝的爱 感受神的带领 经历神之外 有没有想想 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的思想 人生观 世界观 都需要圣经的改造 没错 我们信仰是 心很重要 但是我们都不可以 我们人生的价值观 这些事的轻重 重要的事 如果都不让圣经的话语 改造我们的生命 永远的 仍然都是 都是一个的 好像和世界一样 这样的一个 一个的 一个的 一个的情况 各位听见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真的需要给 圣经的真理 来到它 洗得干干净净 有一天 我们去 弄一些泥液的时候 我就去 在外面做事 我们做事挖一下泥液 你知道 任何的tour 都不够我们的手 拔野草 挖一挖 手是最好的 但是当你 愿意手去弄的时候 你的手就很骯髒 对不对 You get yourself really dirty 整手都骯髒了 手都骯髒了的时候 然后家人说 喂 吃饭吧 那我就去吃饭吧 他说 喂 不行 你的手这么骯髒 怎么吃饭呢 整手都是来 不断洗一洗 正手吃饭的时候 看一看 哎呦 不行 原来洗漏了很多东西 这里那些 那些瘦齿当中 原来全部都黑色的 哇 怎么可以洗呢 又可以洗过 今次洗得干净一点 拿上肥皂 又搓一搓 然后拿上白结布 擦一擦一擦一擦 那是痛痛的 因为皮肤擦了之后 我看一看 哇 真是洗得干净 不过是洗几次之后 用了很久的时间 不是这样洗净净 洗了几次之后 那只手先干净 他说 哎 收货 先可以吃饭 如果不洗得干净的时候 那一时吃饭的时候 可能手上的泥也跌了 那些饭头也会变得泥的 是吧 其实人生的法国都是这样 我们在世上里面 都有很多的奔磁生活 我们都染了很多的 不正当 或者不合乎圣经真理 那些观念思想 在我们的生里面 水就好像神的话语一样 帮我们洗得干净 有时要用一下力 叉叉叉叉 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我们吃饭就起码吃得好 神的话语 帮我们分别为圣 就是要帮我们洗净 我们内心各样 不合乎真理的东西 我们要让上帝这样做 有时有挣扎的 但是神的话语 洗净我们的罪 除了是十字架的人生 一个愿意按着圣经真理 结淨的人生 这样才有这个基础 去建立一个合一的群体 因为如果我们个个人 都是跟世上一样 受到它的影响的时候 个个人很容易 那些自我中心 互相讲权贵 讲力量 在一起的时候 很自然 就是分化 就是互相攻击 因为讲权力 就是自我 最后是什么呢 耶稣在耶稣为门徒的门徒 祖国当中 他就说出话 究竟一个合一 合二为一 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第二十字这样说 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都为那些因为我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很明显来说我们 使他们合二为一 留意这里 然后讲一下 几段东西 耶稣是重复了两次的 不过用第一次这样说 第二次反过来这样说 他说 怎么合二为一 牧师都说 说合二为一 讲了很久了 什么叫合二为一 怎么合一法呢 他就说 正如你负在我里面 留意这个合二为一 这么描写 就是负在耶稣的里面 我就你里面 就是说耶稣在 天父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天父里面 这种合一 就是完美的了 ok 接着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天父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天父里面 接着 求上帝说 叫他们 就是那些门徒 我们都在耶稣 记得他里面 这个从天父那里说 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结果是什么呢 就叫世人可以信 你猜料我来 耶稣 天父与耶稣合一 这个生命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相连的时候 我们就同时 活在主的 神的里面 当我们的生命合一 的关键就是 我们要活在上帝里面的时候 那个就会产生 一个世人见到我们 就知道 耶稣真的就是我们当中了 所以真正的合一 那个一字呢 就不是单单 从我们讲的合一 是合一是什么 在上帝的里面 那个一才更重要 不是我跟你大家不同 再说一次呢 不是沉气的 是另外一个 反过来又说一次的 使他们合一为一 怎么合一为一呢 好像我们合一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今次那个度不同了 耶稣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是不是 各方是不同了 之前 负在他们里面 接着他们在里面 现在 耶稣在他们里面 负在我里面 OK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 愿完全全地合一为一 叫世人知道 你猜料外来 也知道 你爱他们 如同 爱我一样 两个角度说 天父在耶稣里面 门徒在 天父里面 耶稣在门徒里面 天父在耶稣里面 两个不同的角度 都想强调 真正的合一 就要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人 都是 活在 神的里面 在样分十五节 那里面 你要常在 我的爱女 英文叫 abide in me NIV的翻译 也叫 remain in me in就是说 我们在神的里面 那什么意思呢 是吧 什么叫 我们在上帝里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听着你好像明白 我在神里面 那 那 比如说 我的电话 在我的袋里面 那当然明白了 是不是 我放在里面 那我们在神的里面 那 那什么意思来的呢 有没有想过 我们 常在 主里面 什么叫 常在 主的里面 里面是什么呢 好像一个范畴 一个框 在里面 不要出界 是不是 所以说 常在主里面 可以说 常在主的话语里面 有遵守神的话语 那这里说 当我们这样 我就会知道神的爱 那常在主里面 有些常在主的爱里 沐浮在上的爱里面 不单止 常在主的爱里面 不单止 我爱神 更加说 我经历 神的爱 以神的爱 成为我人生的 支持基础 我所追求的 我是要抓住 上帝的爱 不是抓住 其他的事的 那常在主的爱里面 什么叫做 这个真是 约翰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 里面有范畴 有空间 有这个意味 当然不是 肉体 客观的一空间 是说属灵方面的空间 我们要常在神的话语 常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就会合一了 英文就 第十五章 abide in me 要常remain in me 如果用一个空间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经常 与神同在 一起 不要离开上帝 这个是空间的话 要拜在这里 就不要走出来 要常常 活在神的话语 在心灵里面 不要离开 我要靠紧 全部都是我们用人的 空间的思维 去讲一下 我们不要靠紧 不要离开 我想起一句说话 什么叫abide in me 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 你的手 这个手 神在我里面 我在我里面 这样 谁在哪里面 左手在右手里面 右手在里面 大家都对 左手在右手里面 右手在左手里面 都是一样 这样的关系 就是说 我们紧紧 抓住上帝的手 就是 跟他一起走 就是不会再离开他 这样的意思 abide in me 就是我们 拖住上帝的手 上帝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上帝的里面 一起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合一的人生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 基督徒 产生很多冲突 不能够合一呢 关键问题 我们没有了十字架 人生的方向 我们没有了真理成性 我们的生命 离开了 跟上帝亲密的关系 慢慢慢慢 我们失了 同神的关系 我们将他的真理 觉得不重要 我们人生方向 不再想十字架 我们人生的重点 不再 不再靠圣经 来结证自己 慢慢慢慢 我们越来越 自我 越来越 从世界 没有分别的时候 慢慢慢慢 为什么我要 跟你一起 做friend 你这么麻烦的 说话 这么多话 说的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于是 这么麻烦的 于是 我就跟你整固一下 你对待一下 慢慢就很简单 当你离开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 好像 葡萄树里面 识经说 葡萄树之耻 当你离开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枯干 你就不能做什么 整班夫之合一 勉强 择起来就算了 烧起来就合一了 生命的合一 必须有生命 生命就在 耶稣基督徒里面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这里耶稣 这里有汉 很清楚的 还要说 真正的合一 首先是在上帝里面 那个合一 这个才是重要 跟着 在这个合一 和我们合一的时候 就会产生 爱的合一 耶稣洗门 和他脚的时候 真是爱他们的 放下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利位 帮他洗脚 那块布 这么动 是博人 这个是一个爱 是一个牺牲的爱 有时 要爱人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 很多时候 最猛烈的就是 想关心你子女 谁知道 这个子女还骂你 昨天我们 和师母合作 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做些什么 还帮个子 个子女还骂我 我说 你很烦 我打不上妈咪 他打不上去骂我妈咪 师母就说 真是猛烈 我说 老婆 我们要明白 当我第一天 生个小孩出来的时候 我预认了被他骂一世 不是我骂他一世 是他骂我一世 小时候骂就发敏则 哭就骂 大一点就骂你了 那忍得住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忍受得到呢 有时儿子骂你 很伤心 但是为什么忍受得到呢 因为你爱他 你知道他无知 知道他发脾气 你知道他骂完你之后 那两人就回来 妈咪对不起 发脾气 那你就会原谅他了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你有爱 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他是你的女儿 他有时做些不对的事 你都会去爱他 去关怀他 这种爱呢 是从于我们作为父母当中 有一种出来的能力的 如果陌生人 他骂你一句 哇 立刻受伤 不会跟子女一样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那种爱 出不了来 不是那么容易 这里说 当我们从上帝的生命相连 我们就是一种超越的爱 可以一步一步爱 不单止爱我们所关心的人 更加能够超越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甚至是我们的仇人 甚至跟我们无关的人都可以 因为那个爱 从上帝 刺过给我们 合一 是要爱的 但是那个爱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逼自己逼出来的 是上帝 打开了我们生命里面 爱的那道门 要有点爱在我们里面 涌流出来的 才能够去接纳一些 真的不是那么可爱的人 各位兄姐妹 约翰呢 没有教我们很多 怎样去合一的方法 还有很多方法的 好像保罗讲 看别人比自己强 或者我们要接纳 谦卑 瑶树 很多东西的 今天那个华基加信 讲一下瑶树 很多方法 但是约翰的重点 不是讲那些 更细微的方法 他说要告诉我们 生命和神相连 那个一在哪里 合一的一在哪里 那个一就在上帝那里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起点 接着用方法 我就可以接两个合一的群体 为什么合一的群体这么重要 为什么耶稣祈祷里面 都说要他们合二为一 因为 因为 耶稣知道 一个合二为一的门徒的群体 合二为一的教会 就是能够将福音 很具体的 去传递的群体 讲了几次 叫他们合二为一 叫世人信 父差了子来 你说是不是 我们讲福音 都是这样说 信耶稣爱你 我们去 信耶稣爱你 得永生 有几句而已 跟我们一群人一起 嘻嘻嘻嘻 有没有爱 有没有斗争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讲什么信息 我们在讲一个神爱世人的信息 你告诉别人 上帝爱你 上帝爱我 怎么爱法 你死了十字架上 那是几千年前的事 我要怎样感受那个爱 他要去体会 在哪里看 在你的生命和他的关接触 体会 他要观察 在你的基督徒当中 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就会体会神的爱的意思 如果我们基督徒 我们讲爱的群体 我们说要宣扬一个爱的福音 但是我们去跟人们接触的时候 里面充满的争斗 充满的冷漠 我们所讲的爱的福音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耶稣说 我们为这门头祈祷 让他们合而为一 因为他们合而为一 就能够让人家见到 这个真真正正 耶稣是与他们同在了 但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不可以说 用一句说话 哎呀你不要看我们 我们很不行的 你要看上帝就可以了 我们明白 信耶稣不是只看着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像样的 讲一个爱的福音 转头之间就互相拆了 互相攻击的时候 又怎样能够 真的将一个爱的福音 来说得明白呢 我们曾经都犯过 很多的错误 很多的罪 我们互相攻击 我们悔改 我们要努力 下定决心 当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群体 我们要建立一个 真有爱的群体 不是没有错误 不是没有软弱 有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应聚悔改 更新 神就可以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真真正正 有血 有肉 有软弱当中 仍然见到 神的爱的群体 有困难 有仇恨当中 仍然见到 有欢恕 赦免的群体 有 甚至有时有欺骗 有失落的群体 但却见到 神的恩典 神的大能 更新的群体 各位兄姐妹 耶稣很紧张 为我们祈祷 叫我们合二为一 我们今天 从这个讨文里面 我们应该想一下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一个 真真正正 愿意追随 十字架的人生 的意思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愿意 真的让神的话语 去结席我们 以至我们 跟这个世界分别 我们有没有个愿意 真的追求 与神同行 相交 在神里面合一 的这样的意思 真正合一 是我们自己 跟上帝合一 这个是最重要 合一的基础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仰望你 主下我们都经历过 在我们当中的 纷争和破碎 神下你让 这些破碎经历 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 真的要从这些破碎里面 起来 从罪恶 从污泥当中 让你的真理 结成我们 以至我们将所有的事 放下 我们专心的 十字架的人生 紧紧地跟随你 紧紧地 和你相连 才能够真正 去经历你的合一 和你的爱 主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联吻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 更加地活着 你自己 跟天父一样 真真正正地合一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人家在当中 就看到 你在我们当中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 一个教会 求主赦免我们 结成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道 祝你天父祈祢 和区别的为我们 合一的祖道 为爱 和合一的祖道